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决定了这场冠军是谁的 两个人在过两天的这女子单打单向里边未必能够在决赛当中碰到 我们现在在女团决赛里边先碰一场 王思贤的场上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好球 花板叫直线 如果说这分是王思贤胜了 他们的下一个第二旅双是领先解放军队的 如果是李雪瑞胜了的话 简印胶是比如蓝强一些的 但是现在咱们谈的这个都是叫做纸面实力 就是从赛前就看到这个对阵表的时候 一个纸上的实力 最后还得看临场发挥 好球 这反应手勾对脚 在调底线的时候抽出键 但是两个人场上的球的质量都非常高 其实现在女单由于好几位选手 大家的实力都非常接近 都是一流的 所以女单现在非常好看 我觉得 好球 好球 李雪瑞加强 3 比3 造成对方 调底线再次接外 3比3 李雪瑞的正手这排戳球 一直都是他的得分武器 王思贤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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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李雪瑞和王思贤在打的时候 跟第一场女单来看的话 跟第一场女单来看的话 他们现在的水平就是 他们可以把球的弧度拉得特别高 像第一场都是平球 所以在整个节奏上的改变 就不明显 王思贤加油 加油 王思贤加油 加油 王思贤加油 李雪瑞加油 李雪瑞加油 红标 赶场球 李雪瑞像在场网都抢得很快 能够快推对方 而且李雪瑞在他的场上的 节奏和步伐上面 比王思贤很稳定 他的整个心理上 还是占据善风 解放军女队 是中国语团的 从团体赛来讲 女队是后起之秀 在最近的两天全运会 为他们单打 出来一批 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半场球 这几分球李雪瑞场上的速度 是真够快 其实这 王思贤的速度 其实会比李雪瑞快一点 可是王思贤现在一直在 用他的速度来突破李雪瑞 可是对于现在来说 效果不是很明显 这个表面自艰 这次放川桥 4 1 6 2 其实王世贤对林雪瑞 他还是得靠多拍 王世贤 林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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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踪出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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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连加油 踪出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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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踪出抱. 踪出蹭出局 看吹出 一手 绝瑞的拍面是潮散把球送过去 11比4 11比4 王志贤在一开局3比1领先 但是后来这一段丢得非常快 而且都坚持不到多拍 10拍以上的球几乎没有 李雪瑞现在还没有把他的速度提到最快的速度 只是跟着王思贤的速度在打 他没人看见 他就离我都不想见 20秒 20秒 王思贤是来自江苏的苏州 继续比赛 代表解放军队的李雪瑞是重庆妹子 两个人都是中国女单的主力 当然李雪瑞现在的这种激战术的状态 尤其在奥运会之后 相当出色 最重要的是他的信心的体色 对自己更加的信任和论 但是李雪瑞的打法都是 都说比较男子化 就在现在的女学生里头 他还是最接近男子化打法 对 而且速度 又有速度又有进攻 其实现在羽毛球的发展 如果你没有一拍杀手锏的话 你想到达最高水平太郎 因为你没有打不死对方武器 你没有 而且李雪瑞呢 他这个别看个子比较高 但是这个步伐也不错 他的步伐还是特别灵活 一般高个子 他的转身啊步伐会 相对于矮个子选手 下三路会差一点 对高个子的底盘相对比较 比较笨重一些 但是李雪瑞这方面 就没有那么突出的弱点 所以打他比较难打 对 就他技术也还挺好 好 这球又出界了 刚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呢 中国女单是14年来 自从1999年之后 又一次第一次 这14年当中第一次 在女子单打这个项目上 没有拿到冠军 李雪瑞当时在决赛当中 是输给了泰国的拉查诺 只要还刚两次 只是攻击 停四小时 按捕 李雪瑞 王世贤提出来换一个球 王世贤还是在场上显得就是没有办法 找不到得分的办法 从这个比分来看 其实王世贤没有一个突破口 王世贤 加油 想给他想招也不太好想得出来 这球怎么打 首先他打不死李雪略 他打不死李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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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贤 王世贤 孚值巴黄 王世贤 王世贤 下子 m 接着比赛 7 比13 比赛 比赛 这个单向 都变得比以前更好看 本来女单是打拉掉非常多 但是李雪瑞的球比较干脆 对 在原来的羽毛球上面是拉掉 还有机会取得冠军和存活 因为她的拉掉的选手 她的整个技术还是非常全面 对 在原来的羽毛球上面是拉掉 还有机会取得冠军和存活 因为她的拉掉的选手 这球私线表示没有看到 来看看 这一分只能重赛 这一分主裁判了重赛 王世贤认为这球界外 但是私线示意没有看清 这也是规则允许的 主裁判罚重赛 十四比七 这羽毛球规则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 四线的这个单手向前 手掌向下 掌心向下 这表示是界内 两手张开表示界外 然后双手捂上眼睛 表示我没看见 还有一个黑牌 十五比七 这第一局的局面已经很明显 这是团体赛经常遇到 在团体赛整个看起来好像三比二打得非常的紧张 但是每一个单场都是一边倒 其实 以他们两位选手的实力来说 若是这种比分的话 其实 是想象不到的 也是因为王世贤 跟李雪略经常在大赛中相碰 然后比较熟悉 又熟悉 然后到最后都 你又突破不了 对 你的心理上就会产生恐惧 全是自己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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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十七 吹波追深 王世贤这个球挡了个对角线尖内 二 十七 这还是 王世贤比较拿手的 滑拍 踢掉 王世贤今天防守也守不住 对方一攻 他这漏洞就出来了 做为王世贤来说 最好是能够坚持多拍 能够扛到李雪瑞出现一些失误 但是在前面他都是 也坚持不到多拍 就被对方给打死了 最主要是李雪瑞的 他的进攻也是相当有威胁性 防也不太好防 好球 这个球接掉 勾个对角很漂亮 用对角线来破坏了 对方上网的节奏 但是我刚刚感觉 李雪瑞突然 他把节奏放慢了很多 对方方不住 一个过度球 又造成王世贤失误 一般高阶运动员 他会轻易地祈求给对方进攻 所以说他会在碗前呢 想尽办法去抢这个碗 这次是底线之内 但是分数还是差的挺远的 19比12 本次全员会的比赛从9月1号开始 团体赛也是比较辛苦的 尤其对于裁判员和教练员来说 因为团体赛一般的都要打到 四个小时朝上 三四个小时朝上 三个小时算短的 三个小时算短 是很少的 很少见 三个小时可以说还没开始 经过了这个五天 前五天的比赛之后 今天是争夺男女团体的冠军 江苏队在两项都进了决赛 江苏女队今天下午是队阵解放军女队 争夺女子团体冠军 然后在晚上 江苏男队将和福建男队争夺冠军 江苏队将 作为江苏队肯定是希望能够 创造一个史不前例的全员会 羽毛球男子团体五连冠 对于每一位运动员来说 这是每一位运动员的梦想 这个孙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说他想了想说我要是真拿了冠军 我们拿了冠军 我觉得我这也成就也够大的 想想也确实是这个 从1997年就开始 将近20年的时间 一个项目一个队 能够连续20年都是冠军 这确实是太不容易 简直就是难以想象 很少有一个队可以这样子 告不如有一个队 能够掩ー gw 正好 最起的 结果这个球下网 21比14 解放军队李雪瑞先上了第一局 1比0领先于王世贤 二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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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 比赛开始 0比0 第二局 第二局 比赛开始 0比0 各位观众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全运会的羽毛熊女子团体冠军争夺战 这是江苏队对阵解放军队双方的第三场 李雪瑞在第一局的比赛赢的还是比较快 除了开局一阶段 王世贤领先了一会儿 二比0 王世贤在心里上 我觉得已经有一些输掉的感觉 其实能够把王世贤打成这样也不太容易 我觉得王世贤其实还是一个很顽强的运动员 而且在场上面对困难的局面 他还是很会想办法 让他直接交枪 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王世贤这种选手 他就不应该有太多的主动失误 不能轻易被对方打死 对但今天失误太多 也是轻易就会被对方打死 都没有体现出来 他应有的这个特点 还是轻易就会被对方打死 对方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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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挫放造成对方半场 这李雪瑞整个的场上呢 他就是上上网 然后下来进攻 撤下来再进攻再上网 不断的杀上网 掉上网 这个重复的能力也挺强的 一直保持着攻势 而场上的节奏都被他所掌控着 现在从团体来看呢 只剩下决赛 其他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最后是在争夺第三名的比赛里边 广东战胜了山东 广东女队获得了第三 山东女队获得了第四 第五名是北京 第六名是浙江 第七名是广西 第八名是辽宁 现在湖南湖北这两支球队 已经进不了八强了 原来也是很强的队位 山东队也是啊 山东队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山东队是以青岛队为半底 过去的青岛羽毛球队为半底 现在山东队也能够打进了 羽毛球的四强 其实在最近的这十年里头 整个羽毛球团体的局面 还是有一点变化的 虽然冠军没怎么变 像北京南队 还有这次的山东女队 解放军女队 这都是在最近的这十年里头 崛起的新的力量 北京队也是很明显的 也是很年轻的队伍 而且很有冲击力 北京队现在 北京南队现在拥有 杜鹏宇 张南 两位国家队的主力 还有一位乔斌 比赛 当然在男子团体 争夺第三的比赛里边 林丹领衔的解放军队 还是险胜北京队 第五场球打到决胜局 三十三比二十九 结束了比赛 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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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差距还是很大 从局面上看就是王思杰没有办法 就还是前面说的他的特点应该是 一个你不容易攻死我 再一个我的失误比你少 但是今天这两点他也是受到了对方的限制 都没有能够表现出他对自己的特长 其实作为双方的主教练来讲 双方的教练来讲 对每一场比赛结果也都心知肚明 只能上去打打看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争取爆个冷 我觉得第一场铝丹和现在这场铝丹来说 都是教练是没有把握的 其余的都有心里都有数 因为这场铝丹还是李雪瑞参举优势一些 李雪瑞在今年广州的世界锦标赛上 决赛是输了泰国的拉扎诺 这样在最近这些年的女子斩打每年的试赛里边 没有一位选手能够连续两年 在世锦赛加奥运会的这样的大赛上连续两年夺得冠军 对李雪瑞是一个遗憾 但是李雪瑞从他年龄来看还有的是机会以后 所以我觉得泰国选手对于拉瓦这个冠军 对于一毛球的推广和发展也是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碰网了这球 但是这种都是这种失误对于王世贤来说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 只是说失误的太快太不经意了 你得顶到对方出现失误的失误 其实一般打进攻的选手会比达拉掉的四番球的选手失误会多一批赢 对方说失误的失误会多一批赢 对方说失误会多一批赢 主裁改判为界外 现在的羽毛球比赛规则是规定的主裁是有权利改判私线的球的 以前没有 以前是私线怎么判 裁判没有权利 在以前的羽毛球规则里头 这主裁判就像个主持人一样 我觉得他的很多判罚 没有发球裁判和私线管的事多呢 黄石言在心理上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因为前面第一局 那个裁判是一个说没看见 对 现在又一个球被判罚错误 判断的很准 这个球出了边线 11比5 李雪瑞领先 第二局的线线 羽毛球这个项目呢 在今年的全运会当中是横跨了整个的正式比赛 开幕式和闭幕式之间的这11天的时间 因为全运会的羽毛球比赛有团体 而且团体是一个很重的一个项目 在比赛当中是先打男女团体的争夺 从9月1号开始 今天是9月6号 最后决出男女团体的冠军 9月7号的上午会休赛一天 休赛半天 然后从9月7号下午开始进行各个单项的争夺 到最后9月10号和11号 决出最后五个单项的冠军和各个名次 加油 现在大家看到的江苏女队和解放军女队的这场团体争夺第三场 解放军队战有优势 场上穿着红色运动服的奥运冠军李雪瑞 第一局21比14 第二局是11比5 看看王世贤在后面的比赛里边能不能够找到一些办法 在场上他还是得寻求一些转变 首先自己的失误一定要降下来 今天这场球其实打得很快 就是从比赛的时间来讲进行得非常快 这其实对于王世贤来说是不太 发挥的不太好的 至少要形成一定的多拍 间歇回来之后连得两分 朝几宇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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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给李雪略拿到这种机会 就是难翻身了 延续地进攻 李雪略 加油 李雪略 加油 李雪略 加油 双方形成一个多拍 今天比赛当中出现的还是不太多的 其实我觉得王世贤的往前一直是他的特点 但是在今天比赛里头和李雪瑞相比 他往前没有占到什么优势 可以说他们两个人的往前其实都是平衡的 李雪瑞的往前也是非常好 对 而且李雪瑞对王世贤有些 尤其是王世贤的对角球 对角线的球路 他还是非常熟悉 对 很明显他王世贤在正手过渡对角直线的时候 他经常抢犯这一台球 对 他一般掉对角比较多 继续比赛 十三点七 加油 王世贤 加油 王世贤 加油 王世贤 加油 郭欣 头顶缺 怀直线 球出界 十四 级七 其实经常在羽毛球 就是多拍之后 就剩的这一方 会连续得几分 输掉这一方会 连续丢顶 对 所以经常在多拍里面 就两个人都互相都咬着牙在坚持 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多派的这种情况 好像也没有人特别认真的总结一下是为什么 我觉得我的体会是这个 其实多派你丢掉一分心理上的打击还是挺大的 其实多派就是一个心理账 还是正手 在对方已经在往前的时候想抽 因为李雪瑞他的往前技术没有问题 如果说这个技术比较粗糙 他肯定就把这球挑起来 这球滚往过来了 这有一定的运气球 是运气球 非常被动的情况下 正手往前就球 是一个滚往 这个过去了 运气都是出现在不放弃的情况下 如果李雪瑞如果这球不去追的话 这个球就不会产生这么好的运气 17比8还是李雪瑞大比分领先 王世贤这方面的失误是多了 比8 这样这一局比赛 这场比赛也大局已定了 双方的比分将变成2比1 接下来还有一场双打一场单打 后边的双打比赛 是江苏的孙晓离和熊梦静 对阵解放军队的熊瑞和肖心 孙晓离也是一个老将 老队员 带着一个年轻队员来打 实力上江苏的也被更看好一些 如果打到第5场的话 将是卢兰对阵蒋眼角 所以如果打到蒋眼角的话 那蒋眼角的论物就特别重 因为前面的这个排表来说 就是要取单打的三分 就是江苏的解放军的任务 就是他的想法就是单打三场我都拿着 对 李雪瑞已经获得了这场比赛场点 车出键 这样李雪瑞21比9又胜了第二局 他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三场球出战 代表解放军队是21比14 21比9 战胜了江苏的王世贤 在这场双方实际上的女子单打的 第一单打的对抗当中 李雪瑞是胜出 这样解放军队现在团体总分2比1领先 他们还赢一场就可以历史上 第一次夺得全运会的女团冠军 稍后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场交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